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中國的省份的GDP增長 很多人認為中國會崩潰 尤其是在89年之後 其實反過來中國在89年之後 有很多省市增長得很厲害 好像廣東省已經是連續32年成為全國的GDP最大的 已經破了11萬億 在09年只不過是3萬億 3.9萬多億 接著就不斷上升4萬億 去到6萬億、8萬億 去到2020年已經去到11萬億 那11萬億是什麼概念呢 其實如果單獨拆它出來 其實已經是排第11位 就是全世界的國家來講 就是排第11位 以美金去計GDP 美國就是全世界最高GDP 2019年就是21萬億美金 第二位就是中國15萬億 日本就是第三位5萬億 第四位就是德國3.85萬億 第五位就是印度2.88萬億 第六位就是英國2.83萬億 第七位就是法國2.72萬億 第八位就是意大利2萬億 第九位就是巴西1.84萬億 第十位就是加拿大1.74萬億 那廣東省就這樣一個自己的省份 已經是1.61萬億 是超越了俄羅斯 韓國 西班牙 澳洲 墨西哥 印尼 荷蘭 沙特 那證明 中國其中一個省 已經是 比很多國家 就是全世界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它已經是比別人排名超前了很多 那那個勢頭呢 還要是上升著 那些人還去提出中國崩潰論 中國不行 那其實是自己不去面對現實 那你永遠是看一些東西 做假 不好 那些什麼 但是 大家看到整個世界 內地真真正正叫做國泰民安 他們對他的政府非常之有信心 那個疫症控制得這麼好 他們不需要戴口罩 可以吃飯 可以出街 變回正常的生活 那在這個世界裏面 沒有什麼哪幾個國家能夠做得到 那你還要說他的政府是不好的時候 是除了自己戴了有色眼鏡去看他之外 那我都不敢說是什麼原因 就是我經常都說 一定要抽離自己的身 不要當自己是地球人 有一個外星人去看地球 那你發覺 現在活得最幸福生活的 就是在中國 因為不用受到疫情的折磨 很多經濟是可以繼續 那這個是現實 不可以閉上眼 掩著自己的眼 不聽東西 不看東西 憑自己的感覺 去因為自己有偏頗去看那樣東西不好 我經常都覺得是一個實用主義 還有根據他國家的發展 是發展他的制度 不可以 one size fit all 就是一個size 是適合這麼多人 因為每一個人都 背後呢 國家呢 都有他的文化底蕙 還有他的發展 還有他的習俗 就是有些雲南族那些 他是喜歡武系社會 那這些是他為傳下來的傳統 那這些是沒有得去改變 那這些大家不可以把自己 認為是對的東西 是強加於人身上 今天想講的廣東省的GDP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給大家聊一聊 拜拜